創福局說接受家居檢疫的人持續增加 已經訂夠6萬隻一次性電子手環加強監察 創福局說上個月8日至今 超過5萬人接受家居檢疫 隨著政府對多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 需要接受家居檢疫的人持續增加 現時有5,000隻可重用的電子手環 另外已經訂夠6萬隻一次性電子手環 當中5,000隻已經交付和完成測試 可以使用 其餘5萬5,000隻將陸續送達 加強監察家居檢疫 局方說上個星期六開始 開始使用由本地創科公司和大學 研發的手機應用程式 配合電子手環 核實接受檢疫的人是否身處家居